哈喽大家好我是Erika 大家好我是萨爾 今天要來分享生日趴的經驗台 因為畢竟你知道11月12月就是兩個非常神聖的月份 你生日跟我生日 我已經過了 沒關係啦 我們還是可以祝大俄生日快樂 耶 那你覺得你這生日辦的怎麼樣 其實我原本沒有想辦 我想說這把年紀了 還要給我什麼生日啊 這把年紀 你有沒有考慮過30歲以上還在辦生日 心情不舒服 有啊 如果你是被講到的人 歡迎去罵他 沒有如果是30歲這個數字 我會辦一次 因為大俄生日嘛 我們是吃飯 所以其實很多人辦生日 回復正常聲音 很多人辦生日呢 是辦在餐廳裡面 因為我覺得辦餐廳 其實就有兩個可能性 壽星一開始就說我要把錢付掉 然後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大家幫壽星share 掉壽星表述錢 第一個我還沒有遇過 第一個我有遇過啦 是因為你就是以妹子的身分去參加一個 什麼 不是啊 我就是一個就是會自己付錢的人 為什麼大家都要幫我下這種奇怪的標籤 因為女神啊 在大家眼中的就是女神 不是 可是其實我一開始辦生日趴 我自己就是會有這種自覺 我是不是不要讓來幫我慶生的朋友付錢 我應該要付掉 我覺得可以看東西吧 就比如說 有9000壽星付或什麼 其實它會有第三種啦 就是各夫各的包含壽星 可是我覺得這樣有點尷尬 就是大家出來吃飯而已啊 過什麼生日啊 以前好像就是一定要 看看就要唱好了 我們現在都沒有 我們現在就直接 欸你蛋糕在這裡喔 等一下等一下 大家一個人多少多少多少 包含壽星的削掉 都在壽星面前做這件事情 插個蠟燭 唱個生日快 跟那個現實動畫拍完 成功 可是25歲之後的生日 會變成這樣的驚喜 你有在追求驚喜嗎 我自己沒有啦 其實我有幫你想過我幾個驚喜 但我怕你會真的生氣 所以我就放棄 像是什麼 像是整你 怎麼整 很難被整吧 大家都不要到就是整你啊 因為我在出門前有問過我媽 我就說 欸媽 天蠍座來說 喔你媽天蠍 對 我就說 如果說等一下我去她的生日之前 打電話叫大家都不要到 她會不會生氣 然後我媽說你幹嘛要這樣 我說整她 雖然拍一集影片 那你媽說 我媽說不要 我會覺得莫名其妙 我就說那整完之後 我再突然說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我媽說你後面那多的 我就會生氣到底 我覺得蠻驚喜的 真的假的 我會覺得很白目 誰可以這麼白目 就我啊 然後我就會跟新串的同事說 天啊 他們都沒有來 然後他們就一起笑我 吃飯應該是我們現在 最常做的選擇 最也沒有力氣在弄什麼 就是可能吃完飯 你們想去哪再看看嗎 之前就是我跟我的好閨蜜聊這件事情 他就有跟我說 你知道某一年啊 我有個朋友生日 然後搬在夜店 然後我帶你 還有我另外一個朋友去 的話竟然跟我收你們兩個的錢 就是你如果要帶朋友來 我覺得客人也應該要先講 我朋友可能只是進來一下 或者什麼的 這樣才不會造成大家的尷尬 所以我覺得主人客人之間 應該就是要有個默契 他高雄園應該是 不太常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覺得 哦就是大家 又來就是一起分掉這件事情 很常做 很常做還這樣 那可能沒有sense欸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難 就是抓酒要買多少 我有看過 NCGIN的他有一支影片 是來教大家怎麼抓這個酒的量 一個人抓半支純酒的量啦 也不一定是VC 就半支純酒 然後再外加幾支啤酒 好像差不多欸 我這次準備了兩支 差不多五個人來喝 有兩個喝比較少 所以就喝到爆了 沒有爆啊 都要爆了嗎 好 我們就是爆了 你剛才不知道我可以到哪裡吧 好像是欸 你什麼時候走的啊 我自己是覺得 你投資一支稍微好一點的純酒之後 後面 如果你買到一支 品質沒那麼好的酒 你可以把它放冰凍 比較不會那麼刺激 到後面的時候 你就是拿這種酒出來 其實大家也都不會記得 喝了什麼東西 因為大家都醉了 我從來不會主動說 我要辦生日代 我喜歡去別人的生日代 我願意你嫌嗎 我是超級大懶人 好啦 如果大家有什麼提議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可以參考一下 看我爸爸辦一下啦 不用了啦 謝謝啦 真的嗎 你小懶人心應該很想要吧 沒關係 沒有啦 不用啦 好啦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 留言 看十遍 呀 掰掰 大家看得太樂 掰掰 掰掰